Hello大家好我是小马 那爱马仕有这么多的包款皮质五金和系列 它们中到底哪个才是最好的最值得买的呢 那相信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会不一样的 那今天小马盘点了一下 我认为最高价最保值最耐用和最好用的爱马仕包包 那快来看看跟你的观点是否一样吧 那首先呢来看看最高价的爱马仕 那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喜马拉雅都是爱马仕价格的天花板 那就算到了现在 一只常规的Barking25的喜马拉雅的价格呢 也将近是3000万日币左右 但是呢自从前几年推出了房子包 房子包 那可谓是人气爆棚 市场价格呢也是一度打破了记录 那最高的时候呢可以达到4500万日币这个样子 远远超出了喜马拉雅 所以很多人开始猜测 哎是不是房子包已经取代了喜马拉雅的地位 成为爱马仕的价值最高的代表作呢 那这个猜测呢小马是不太认同的 那房子包呢虽然设计很有新意 而且做工精美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呢 它其实整体所用到的都是爱马仕包比较常见的那几款皮质 那制作上来讲呢也没有明显的技术上的突破 但是喜马拉雅呢就不一样 它皮革使用的是极其稀有的高度白化的鳄鱼皮 那为了达到够白的效果还需要进行人工褪色 那这个过程呢是比染色还要难很多的 而两边渐变的灰色也是由工匠手工一点点晕染上去的 那喜马拉雅所代表的是爱马仕的最高的工艺 那这是其他目前任何包都没有办法相比的 那房子包呢故意是贵在它新颖的设计和现在高涨的人气 而喜马拉雅呢是贵在它采用的是爱马仕最言以为傲的稀有皮料和制作工艺 那所以呢虽然说现在价格最高的是房子包 但要论品牌价值最高的巅峰之作 那绝对还是非喜马拉雅莫属 那爱马仕皮革中最高价的又是什么呢 那无疑呢就是鳄鱼皮 那其中道威湾鳄呢比两点尼罗河和方块短吻鳄都更为稀有 价格呢更为高 而普皮中最高价的呢并不是人气最高的Epson和Togo 而是亮面的马鞍皮和布库斯皮等可以称作为爱马仕传承皮的皮革 那五斤中最高价的呢那就是钻扣 钻扣呢它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因为它只有在专柜少量的发售或者是由超级大V专门定制才会有 那同样是喜马拉雅8K30的情况下 钻扣的比常规的银扣的喜马拉雅的价格要高出差不多1000万日币 那可见钻扣的价格是非常可观的 而常规的包扣中呢价格最高的是拉斯扣 拉斯扣呢也是比较少见的 基本只有在一些特别定制或者是特别限量的包上才会见到 而且很多人呢都喜欢它表面乌乌的那种摩擦感 所以它是既稀有人气又高 那价格呢自然也是要比普通的亮面金银都要高的 那接下来讲讲最保值的爱马仕 那大家普遍都说爱马仕保值 但其实只有BKC才是真正称得上保值 那其他的呢基本上都是会贬值的 而BKC中呢最保值的也就是小尺寸金刚色 这些自然是不用说了 那他们的价格呢每年都会有一个稳定的上涨 那在保值的基础上呢 那如果还想能大幅度升值的话呢 那就还是要数以下两款的爱马仕的升值潜力是最大的 那第一种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款式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爱马仕最高工艺水准的喜马拉雅之外 还有作为爱马仕吉祥物一样存在的KELIDOR 那KELIDOR呢也是比较稀有的 那除了少量的特别定制之外 那就是只有在一些比如说像旗舰店的开业典礼等重要的活动 才会见到它的身影 那另外呢还有爱马仕的像房子包 那也是有巨大的升值潜力的 那有朋友听到这可能要说 剩什么值啊 你看房子包今年都跌成什么样了 那确实哈 房子包现在与前两年刚刚出的时候 高峰的时候相比呢 已经暴跌了差不多1000万日币左右 但你要知道 它之前毕竟是一个新款 那所以呢被市场一顿的炒热 那价格呢自然是很高的 那可惜房子包呢 毕竟它装不下什么东西 然后款式上也不是特别的百搭 所以实用性的是很一般的 大部分的时候呢它只是一个收藏品的摆设 那不像喜马拉雅 很多富人日常呢也会经常拿来它用的 那用旧了呢还会换一个新的 那所以房子包呢就像是一个玩具 而喜马拉雅呢才算是比较实用的包 那这就导致了房子包的流通性是很一般的 除非是预算非常充足或者是真心喜欢 否则大家会觉得房子包还不如买个喜马拉雅 那所以市场热度冷却之后呢房子包的价格自然就会稍微跌下来一些 但是经过今年的暴跌之后 目前它的价格已经趋于非常平稳的状态 那短期内呢是不会有什么波动的 那为什么小马觉得它是有升值潜力的呢 因为我大胆预测像这样极具爱马仕标志性的包 未来应该不会彻底的停产 但为了保持它的稀缺性和价值 爱马仕肯定会在产量上更加的缩紧 那比现在呢还要更加的难拿到 那如果真是如此 房子包一定会迎来新一轮的大幅度的上涨 那除了刚刚说的这种具有品牌代表性的款式之外呢 还有一些收藏品级别的款式也是升值空间非常大的 那怎么才叫做收藏品级别呢 那就是绝版的市面上极其少见的甚至只有高端的拍卖会上才能看得到的BKC的款式 那比如呢像这个丝绒的大耳朵 然后呢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奥林匹克金银铜系列 然后还有Song Black系列 还有呢像这种流苏包 另外还有小马的梦中情包羽毛包等等 像这种一包难求的绝版珍藏款 市场上只会是越来越少 所以很多的收藏家呢都不惜以高价购入 那升值能力呢自然是不用说了 讲完最保值的包款 那接下来讲讲最保值的包扣 那我们刚刚说钻扣的价格是最高的 那它是最保值的吗 No它反而是最不保值的 那钻扣呢如果是在喜马拉雅身上呢其实还好 毕竟喜马拉雅这款包是绝对保值的 而且对于这个层次的客人来讲呢 它增加钻扣的费用呢也不算是特别的昂贵 但如果钻扣出现在其他的包款上 尤其是不那么人气的包款上 那比如说像KD卡特这种 它就会自然是非常非常的难出手一些 价格呢自然也会大打折扣 那常规的金扣和银扣相比的话呢 其实是不存在谁比谁保值这个问题的 因为像之前几年的话 大家普遍是喜欢金扣的所以呢在二级市场上金扣的价格会更高一些 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买爱马仕了 而且他们普遍喜欢显年轻的银扣 所以现在呢其实开始市场有点偏向银扣了 其中像黑银尤其明显 那一只黑银的Barking的25厘米呢会比黑金呢高出去差不多要二三十万日币这个样子 所以金银扣呢只是随着市场的喜好风水轮流转而已 没有谁比谁更保值这一说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最耐用的爱马仕 那就包款来说呢BKC中最耐用的我认为是Barking 因为它不像Kaley和康康那样经常需要掀盖子 所以包盖呢没有那么容易受损 那每次呢开开合合的话呢 像Kaley呢就会担心出现细纹呀或者是刮花五金啊 而康康呢就会更加麻烦一点 因为它的包扣其实还是很脆弱的 那背部的那个垫片被掰来掰去呢很容易出现裂纹 那所以如果是比较玻璃心的朋友 Barking呢肯定会用起来更加的心情舒畅一点 那要论皮质中最耐用的呢 那肯定是Epson皮和Togo皮 那它们都是可以很好的保持包型的 而且不容易刮伤也不怕水 那特殊皮的话呢鳄鱼皮是最耐用的 另外其实有一款皮小马觉得是非常完美的 可惜专柜呢不常出 那就是山羊皮 它非常的轻便也很耐用 然后光泽度和手感也是非常好的 那还有两款绝版的皮质呢 曾经也是最为耐用的 那一款呢叫做阿登皮 它是比翼皮还要更硬挺和耐滑 但是呢它纹理比较粗犷 而且有一点重 那所以后来呢就停产了 那另一款呢叫做苦修贝露皮 也被称为老翼皮 因为它的耐用度和重量都跟翼皮是差不多的 只是表面摸上去呢会比翼皮会稍微平滑一些 那自从2003年爱马仕推出翼皮以后呢 它也就是没有再出过了 那再来说一说包扣中最耐用的是哪一款呢 那小马觉得雾面的或者有凹凸感的那种包扣会更耐用 那比如说像拉丝扣 然后还有相当少见的波罗扣 水波纹扣等 这样的包扣呢比常规的亮面的更耐磨 而且就算有划痕也是不容易看出来的 那小马觉得最好用的爱马仕是哪一个呢 那真的要说好用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BKC都不算是最好用的 因为Barking没有煎袋 然后Kaley呢就是开盖有一点麻烦 康康的容量会稍微小一点 所有的包里边综合而言最好用的我认为是菜篮子 它兼顾了好看轻巧容量大 拿东西方便等优点 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 那之前的小马出过两期视频都有重点推荐过菜篮子 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翻回去参考一下 那可惜菜篮子呢就是形状不太适合通勤 那如果是通勤的话呢 可能像另地呀还有花园包啊是更好的选择 那好了以上就是小马总结出的爱马仕的醉了 不知道你是否认同我的观点呢 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吧 关注小马欢迎订阅我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